言量神的使命 赞放宣教之光 欢迎大家收听本年度神中课 言量世界 10月21日 背负基督的十字架 见证赞稿来自第37届报导士 李瑞基 今天灵修经文取自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37章17节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那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怀着激动和恐惧的心情 等待他们宣布我的拍档 和我将要前往的宣教地 宣教地终于公布了 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间韩国教会 但是派去的只有我自己一个 在一间俄语学校注册 透过教会的美容美法事工进行宣教 当时的我充满自信 因为我很喜欢美法 但是在俄罗斯实际的传教工作 令我感到沮丧和气馁 因为跟我心里所想的传教是完全不同 在菲律宾宣教所做的家房和小组事工 在我的宣教地根本就行不通 因为个个都忙于工作 因为签证的原因 我要去到一所学校学习 一旦被发现我是值此传福音 可能会被学校开除 所以我必须要小心谨慎 除此之外 当地人对语言沟通不到的外国人 所抱持的漠视和冷淡态度 也都深深地伤害了我 本身我应该参与美法宣教士工 但是每个礼拜 我都必须要参加美容学校的课程 当其他宣教士忙到投奔压烈的时候 我就在那儿无所事事过日子 我都很想和人查经 很想提供按摩和剪头发的服务 但是我做不到 在读经和讨告的时候 我了解到上帝 不会将人的生命 托付给那些没准备好的人 我意识到 上帝没有将宝贵的生命交给我 是因为我还未准备好 因此我祈求上帝预备我 为了能够和当地人自由交谈 我很努力地学习俄文 我没有因为不能够 在公开场合传福音而沮丧 而是用自己的言恨来传福音 我一生都在努力表达上帝的爱 事实上我播下的种子 还没有结果 但是我决定 不会因为没有立即的效果就弃虑 我相信主总有一天会眷顾我的劳动果实 他让我了解到 没有他我就无能为力 什么都做不到 过去我把后只会抱怨 现在他是充满了赞美和讨告 有些人认为 为了背起耶稣的十字架 走在他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要牺牲很多东西 在来到这里之前 我都有同样的想法 然而在侍奉主的过程 我意识到我必须放弃的东西 实际上是会使我受苦的负担 当我放下包袱 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上帝给了我无数的祝福 他让我战胜撒旦 使我更加认识他 对他的话语产生渴望 而这些都是从前 我所不能够了解的部分 他也都提醒我 不要将他的祝福 视为理所当然 我祈求在我圣下的任其女 能够在这里经历 并且分享上帝的爱 愿上帝装备我 永远做他的报道士 今天这篇见证 希望能够启发大家 成就不可思议的信仰之旅 愿上帝赐福与你 明天同样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